诚意看杨子的眼神里有光 肖战看杨子的眼神里有爱 李线看杨子的眼睛里有笑场 网友对了三年的未婚夫默默退场 那么谁才是临走杨子的真正良缘呢 是不是呼声最高的诚意 而最近又有消息传出 杨子诚意准备四大的消息 不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的暑期档 其中就有不少优秀的作品 而杨子和诚意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沉香如泄》 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这部作品曾40次登上 灯塔渔情热度网剧排行日冠 位列2022网剧正片播放表现第一 而且还是首个灯塔破百万剧集 播出知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有众多网友围观 有网友可能会很奇怪 不是说新瓜吗 怎么又说回前剧了 这是因为新剧的主演和陈湘如泄的主演 还有一点关系 网上传出消息称 鲍鱼悬移推理电视剧七根胸茧 目前已经开机 男主是诚意 女主方面是杨子 又是陈湘如泄阵容 看到这条消息 网友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毕竟杨子的瓜已经太多了 要是每一个都相信 还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既然传出了这个消息 我们也不妨前科一下 如果该消息是真的 那应该算是杨子和诚意的第四次合作 第一二次是青云之一和青云之二 而第三次就是大家熟知的陈湘如泄 这么多次的搭档 他们应该也默契了不少 特别是在陈湘中 两人搭档的陈湘夫妇也让网友们直呼好壳 再一次搭档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而说到七根胸茧 其实是一部小说改编剧 作者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韦渝 他的代表作有斯腾思月监士 以及这部七根胸茧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周王史衰微 大德之人老子决意退隐 过寒谷关时 林颖关喜闻迅赶来 后老子留下一卷 以凤凰鸾寇封住的七根胸茧的故事 看这个故事简介就有些玄幻 再结合历史颇有些让人寻味 忍不住想要了解其中的故事 不过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很多粉丝们对于两人再次合作 并不抱什么期待 甚至有些不乐意 纷纷表示要抱走自家偶像 更有甚者表示自家在忙 不要打扰 不过也难怪 毕竟两人已经合作过了 粉丝们或许想要看到不一样的搭档 所以也就不抱期待了 不过小编在这里想说的是 对于这次的四大 可能大家不会太过注意 但是对于杨子的恋情瓜 想必大家一定会感兴趣 这次杨子诚意四大的消息 有不少网友爆料 杨子诚意已经在一起了 不然他们不会如此频繁的搭档 而且自从沉香如蟹 这部剧播出后 网友才从杨子的好几个绯闻对象里 看到诚意 网友顿悟地发现 诚意他好像一直都在等杨子 因为沉香如蟹 并不是杨子诚意的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是在多年前的电视剧 青云志 当时在片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怀疑两人关系匪浅 因为杨子在拍戏的时候 不小心弄伤了诚意的手 在诚意手上留下深深的疤痕 至今都不能消除 这也是他们有意建立的契机 却不是两人产生爱情火花的苗筒 但是值得怀疑的是 诚意在当年就已经对杨子放心暗许 只是碍于当时杨子有男朋友 才迟迟没有行动 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他对杨子的关注 这点在沉香如蟹的片场就看出来了 诚意在片场跟杨子开玩笑的时候 都调侃对方是大脸猫 而这个不合时宜的调侃是他们两个人才能懂得的 原来这是杨子六年前在青云制片场随意调侃诚意的话 没想到诚意到现在都还记得 网友看到这里忽然发现 诚意就特别像现实世界里的鱼墨 一直默默守护在杨子身边 好在诚意的性子终于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因素而逐渐过造起来 诚意一改往日的性子 化镜为动在片场屡屡招惹杨子 诚意靠在杨子旁边想和他聊天 可杨子跟别人聊得起劲 便没有理诚意 于是诚意更加着急地凑近了杨子的脸 然而杨子还是跟别人聊得很开心 没有搭理他 于是无计可睡的诚意就坐在一旁独自委屈的生闷气 不口花絮看的观众朋友们哪里知道 剧里霸道无情的帝君 现实里有这么傲娇的一面 诚意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很快诚意就找回了他高冷不容忽视的场子 在拍戏的时候 杨子主动去拉诚意的手 诚意看都不看杨子 直接小手一摆拒绝了杨子 杨子也没有放弃 继续跟在诚意背后说话 诚意还是不理杨子 谁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诚意是什么表情 诚意转过身后 脸寒笑意 俨然一副爽道的表情 那意思就是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这不就是小情侣间的日常小把戏吗 诚意在现实中绝对是傲娇的小肚夫 更让人上头的是 诚意对杨子的双标太明显了 况且沉香如泻中杨子 诚意的《御统基情吻》播出后 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认为男方投入的霸道演技相当逼真 女方略为挣扎 错愕的表情也很自然 但其实开拍的当下 因为诚意坐在御统中 杨子是俯身被她抢吻 因此动作十分高难度 她在拍摄时是以蹲马步的自视拍摄 才能减少两人高低差 她一拍完连忙收回脚 舒缓酸痛肌肉 但也忍不住对她笑问了句 你怎么比我还会轻 诚意则参笑已对 而相较沉香如泻 吐血白发盲眼的虐心情结接连不断 诚意杨子在戏外则是欢笑连连 两人不仅会用方言念台词开玩笑 拍吻戏也是默契十足 就算开拍前害羞 导演一开拍 两人立刻端出好演技 让观众看得非常入戏 还有一幕 诚意在剧中用两根手指 戳睡着的杨子额头 她气到醒来骂她 但据外她担心诚意戳太大 弄痛自己 还伸手摸了摸她的手 看起来相当轻易 加上之前两人在拍摄沉香如泻时 就传出不少现场拍摄影片 杨子和诚意在拍完吻戏后 总是笑道不行 没有丝毫尴尬 看起来相当有默契 甚至还有拍完南方莫名开心 又抱了女方一把的画面 看得出来 两人这次合作相当愉快 也延续了2016年合作 诸仙清云志的默契 不过 当年该剧是由赵令李一峰主演 两人在剧中只是配角 也不是CP 网友对于杨子和诚意的花絮互动 夸多过于扁 太甜了 赶紧在一起 下一档还想看这对CP合作 之后诚意杨子同样是在营业现场 诚意和其他女明星的见面会 人家在跳舞 诚意在背后吃瓜 在沉香如泻的发布会上 主持人在看海报内容 女主角杨子都没有在现场 诚意却默默地偷看有杨子的海报 在粉丝见面会 跟粉丝解读剧情的时候 诚意一脸羞涩地说自己爱惹老婆生气 家人们这还没刻到真的吗 不过又网友更难忘杨子和肖战 余生请多指教的CP组合 觉得最好的CP还是杨子跟肖战 比较想看杨子和肖战的CP组合 而且在这部剧中 杨子和肖战的互动也是格外甜蜜 从当时路透照来看 他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实在是太亲密了 比如像这样男帅女美的战力 一看就像是小情侣在约会哦 杨子的漏肩小礼服搭配精致的发带 看上去很是时髦扬气 肖战一身白色风衣 长身直立缝外挺拔 两根的颜值可是很养眼了 还有这张 杨子双手扶住肖战的脖梗 两人深情款款的对望 完美诠释了 我的眼里只有你 真是相当甜蜜了 杨子穿个白衫子裙 脑后抓了个小啾啾 造型十分淑女 肖战的自然休闲风造型也很居家 貌似是在某个住宅区附近拍摄 整个氛围非常的文型浪漫 实在太幸福了 不过如今小战已经辟谣过和杨子的恋情绯闻 如今又传来诚意和杨子四搭 对于这个消息 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真假 不过也只能期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